这是我见过最神奇的手环 丧尸带上它能直接恢复理智 抑制吃人的欲望 再轻轻易华就能彻底退去 丧尸特征变得跟正常人一模一样 神奇手环的产生 还要从米国实验室泄露的特殊气体说起 未来世界几乎停摆于这场生物实验 数不清的人类一息间变成了丧尸 为了人类文明得以延续 全球科学家不断努力 终于发明了一种可以抑制丧尸本性的神奇手环 但光是这样 人们还是担心自己会被丧尸袭击 就将丧尸们集中围在了栅栏圈 人类私下里称那里为贫民窟 从那天开始 人类和丧尸相安无事 共处数十年 最初居住在栅栏圈的丧尸们 也繁衍出了二代丧尸 男主艾克就是栅栏圈土生土长的二代丧尸 他们一家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豆汁脑花 因为丧尸没有人权 被规定不能尝试任何肉食 所以他们平时只能过过嘴瘾 吃点口感像脑花的素菜 随着时间流逝 各国陆续改革开放 丧尸平权的呼声越来越大 二代丧尸也拥有了上学的权利 但上学的第一天 他们就被命令不能离开地下室 所谓的授课老师 也不过是学校里打扫厕所的丧尸清洁工 虽然早已习惯被特殊对待 但艾克还是想争取一下 他很擅长橄榄球 好友黑客对电脑非常精通 打搁一张嘴就是响亮的男高音 他们都是极具天赋的学生 不该关在地下室 就此埋没 但校长捂着鼻子 直接了当地离开了 为了完成自己的橄榄球梦想 艾克还是没忍住 偷偷溜出地下室 站在了学校走廊 他很雀跃地呼吸着栅栏外的空气 但下一秒 刺耳的报警声响起 学生们尖叫着喊着丧尸 发了风式地逃跑 艾克手足无措 帮忙躲进丧尸安全屋 地下室的丧尸学生们 也被警报声吓得异常惊恐 他们误以为出现了火灾 就在这时 地下室的门被不客气地踹开 保安们大喊着靠墙站 完全不把他们当人看待 躲在安全屋的艾克 也紧张地冒汗 因为屋里又进来了个人 学校紧急断电 他们只能在黑暗中 摇摇对视一眼 对方一开口 艾克就觉得自己的心脏 被一击命中 那居然是个嗓音甜甜的辣妹 她压下心底的雀跃 说自己等会儿要去橄榄球小队 但家里人都不看好她 碰巧 辣妹也想加入拉拉队 但她怕是本事市长 小女儿文静点 多学习管理 两人靠近彼此交换了姓名 但屋里突然来电 辣妹条件反射地 给了艾克一巴掌 等她意识到自己 揍了只丧尸 还是觉得超惊奇 因为这只丧尸眉清目秀 谈吐风趣 好像也没穿烟中的可怕 两人越聊越起劲 安全屋的铁门猛地被人推开 一群人面露鄙夷 当着她的面 用消毒水洗了几遍手 还聊下一句狠话 拉着拉面就走 艾克这才赶去橄榄球队 队长看都没看 直接把报名的人全收进队 但是除了艾克 因为他时之丧尸 虽然被人歧视了一整天 但艾克还是很兴奋地 跟朋友们聊着能上学的快乐 不过达哥一眼就注意到 地下室入口 被人用喷漆写下了 丧尸滚蛋的字眼 真的很醒目 达哥索性拿笔 把字体改成了 认识丧尸 夜里家里又被人骚扰 艾克很熟练地走出房门 没想到 在门口看到辣妹手里 拿着一盒鸡蛋 艾克瞬间就想起 自己经常处理 您在房子上混着蛋壳的恶心蛋液 原来辣妹和别的人类 没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第二天一早 辣妹主动踏进了地下室 居然是 喊他们唯一的老师 去餐厅 处理呕吐物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辣妹居然主动跟她道歉 原来 骚扰丧尸 是拉拉队的入会仪式 而她昨天 也并没有真的扔出忌惮 今天 她来地下室 依未道歉 而是 想邀请艾克 去运动大会 看自己的拉拉队表演 艾克立刻就答应了 但实际上 丧尸并不被允许 参加运动大会 等他们如约 来到现场 艾克满心满眼 都被辣妹迷人的舞姿填满 可队长格外歧视丧尸 特意将拉拉队的道具 换成了烟花 绚丽的明火 是刻在僵尸 DNA里的致命武器 大哥抑制不住的恐惧 在现场大喊大叫 艾克也被她撞倒 导致手环暂时失效 眼看艾克 轻轻抱起就要失控 突然 她冲上赛场 救下空中 被人忽略的辣妹 手环正巧 在这个瞬间恢复 橄榄球队队长 也被艾克的 这一连串行为惊艳到 死活 要她加入橄榄球队 两人找到校长 艾克提了要求 允许丧师们进餐厅吃饭 橄榄球队长乐坏了 还因为艾克 大喘气要刁难她 结果就这 学校拉拉队 全是第一 但橄榄球区内倒数 就跟国族差不多 幻想着艾克加入球队 自己升职加薪 迎去白富美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虽然勉强答应了艾克的要求 但艾克如果在赛场上输掉比赛 就必须带着丧尸们滚回地下室 正在餐厅吃饭的学生们 也通过广播知道了这件事 当即恶心的 饭都吃不下去了 丧尸们被安排在垃圾桶旁边进餐 辣妹也偷偷地注视着艾克 等到朋友发现 辣妹居然喜欢一只丧尸 当即被她重口的品味 吓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或许是辣妹的眼神太火辣 艾克直接喊了声她的名字 这下现场的人类都瞪着眼看她 在同学们的议论中 辣妹毫不犹豫地走向艾克 还用丧尸语跟他们打了声招呼 这是她特意去网上查的 丧尸们都对这个大胆的女生产生了好感 达哥还很坦率地 送了她一朵苹果皮组成的玫瑰 下一秒 阿拉队员们就毫不客气地拽走辣妹 还威胁她与众不同的是要付出代价 拉妹表现得很紧张 因为她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自打出声她就长着满头白发 偏偏在这所城市 人们唾弃特殊 以为普通为美 所以拉妹有记忆以来 一直戴着假发 她也没有勇气让人看见 她与众不同的发色 很快 艾克就迎来了人生第一场比赛 因为是丧尸 对手们合力针对她 队友非但不帮忙 还有多远离多远 一下场队长就狠狠骂了她一顿 校长更是嘲讽地让艾克 别再丢人现眼 早点滚回地下室 为了赢下这场不能输的比赛 艾克想到了作弊 只要再次发挥丧尸之力 就一定能赢 但手环除了封印丧尸 引于常人的力量 同时还抑制着他们 吃人的欲望 所以黑客根本不打算 帮她入侵手环 不过为了保住丧尸 来之不易的地位 黑客还是打开了电脑 但破解后的手环绝不能向右滑 后果黑客也没有细说 重回赛场的艾克 以一敌十直接拿下了大赛的冠军 听着现场的欢呼 艾克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紧接着 学校一口气接下了无数橄榄球比赛 艾克带着橄榄球队 一路视如破竹 还登上了报纸头条 辣妹也和她偷偷谈起了恋爱 一起参加丧尸派对 黑客熟练地打叠 他们在聚光灯下畅快的舞蹈 丧尸除了满头绿发 又和人类有什么区别呢 派对结束 艾克带她去了自己的秘密基地 吊漆的围栏点缀着无数灯火 氛围烘托下 两人不自觉地靠近 就在这时 灯泡全部熄灭 大门被砸得砰砰直响 一束刺眼的灯光照来 是市区巡察队的 碰巧她还认识辣妹 队长亲自送辣妹回家 大晚上被抓包 她爸妈都觉得脸上臊得慌 偏偏辣妹还坦诚地说 自己是去约会了 夫妻俩火气当场就上来了 立刻表示要会会对方 如果不能让他们满意 就别去什么啦啦队了 晚上也别想再出家门 等第二天 辣妹回到学校 跟艾克说了这事 还明确表示自己爸妈 很讨厌丧尸 艾克愣了一下 但很快就笑着跟辣妹说 自己一定能说服爸妈 镜头一转 艾克已经不顾泛红的手腕 直接滑动了手腕的面板 一阵彻骨的剧痛过后 艾克来到了辣妹家门口 高挺的鼻梁 得体的谈吐 地丝不苟的黑发 开门的父母非常满意 女儿挑醒的对象 他爸居然也超喜欢橄榄球 他妈更是让辣妹 把握机会 抓牢艾克的心 听着爸妈的话 辣妹感觉自己 像是踩在一朵云上 浑身都轻飘飘的 但艾克不知道的是 丧尸手腕破解的秘密 已经被人听到 丧尸手腕每一刻 都烧得他浑身发疼 比赛前三秒 拉拉队将木马 植入艾克的手腕 艾克突然轻轻抱起 嘶吼着扔掉头盔 下一刻警报狂响 紧接着他们又同样将木马 植入黑客和达克的手腕 他们立刻停在原地 黑色的血管 轻刻碰到全身 比赛现场乱作一团 艾克盯紧了反派头 一步步走向他 这时的艾克天然交战 父母从小的教育 让他拒绝吃人 但丧尸本能的欲望 不断蚕食着他的理智 幸好保安拿着定机板赶到 才没让艾克酿成大祸 听着观众们的骂声 艾克小声地跟辣妹道歉 跟丧尸交往 受委屈了 辣妹受不了了 直接站在台下 把观众们都骂了一圈 用丧尸拿荣誉的时候 笑得像个菊花 把人逼坏了 又露出正副嘴里 与众不同真的很可怕吗 他一把拽下假发 但得到的却是 人们的冷藏热讽 一切似乎都是徒劳 但啦啦队里 已经有不少人 都将心里的天平 倾向丧尸一方 意料中的 他们却被队长开除了 但三天后 正是地区啦啦队锦标赛 因为人手不足 队长的比赛 看起来十分可笑 观众甚至对着他们喝倒彩 还是艾克不计前嫌 带着辣妹和朋友们 临时加入了啦啦队 观众们也从大骂丧尸滚蛋 到不断喝彩 虽然锦标赛没能夺冠 但人们彻底打破了 对丧尸的偏见 仔细想想 丧尸除了拥有 不老不死的身体 身手皎洁 力大无穷 还有与生俱来的超强天赋 本期互动话题 如果你有机会得到 一项非比寻常的天赋 你会得到什么样的 特殊天赋呢 手机截图 或按下载银键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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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